参加这个比赛的球队一共有12个队 我国的足球水准在所有的运动项目里面是最弱的一环 但是最近一年来在培养新人的政策下 有12个甲子球队参加这个比赛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虽然他们踢的离国际水准还差得很远 但是看他们的脚法和移位已经有相当的进步 今天的比赛东南风以8比1战胜了333 男友队以7比0轻取骏马